哈喽大家好,我老刘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字 叫做静 什么是静 在泰拳里面来说 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个词都有 彭静,屡静,踩静,裂静,靠静,暗静 什么两千八千都是所有的静 对不对 以及什么懂静 什么听静 还有一句话叫做 千招一会 一静难求 对不对 反正跟这个静有关系的一些词 包括句子 感觉看上去都非常难得到 都非常的神秘 对不对 这个静 这个静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才能练出来 这个所谓的台积拳里面的这股静呢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字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力王》 力王里面的那个主人公 他是不是从小就力大如牛 然后身体非常强壮 然后非常有静 对不对 长大之后比小时候更有静 那么他的这股静 大家看一下 在他的老师 就是那个善鬼叔叔面前 他的这股静 有用吗 其实是没用的 对不对 有用的话 也不至于被善鬼叔叔 一巴掌翻几个跟头 对不对 打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下 他的这股静 在善鬼叔叔面前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是蛮力 对不对 放在我们小二圈里面来说 他这股静就称之为是 僵力 着力 不是我们泰拳的那股静 我们泰拳要求的是一股整智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跟他的老师学完之后 是不是给人的感觉就是 好像不是以前的蛮力了 对不对 他好像会使力了 他的这股静道好像很厉害了 对不对 在他老师面前好像也有那么一点作用了吧 算是 但是大家想一下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不是把他的原本的那股蛮力 给去掉了呢 然后又后天练的力呢 他肯定不是 对不对 他的那股力量 他本身就是存在于他自己身体里面 他只是不会用而已 对不对 他的老师教给他的 只是教给他怎么样去使力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他通过这个方法去一点一点的让身体里面的这股蛮力为他所用 之后才能一点一点的提高甚至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了 其实这个道理跟我们练胎拳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学胎拳之前其实都是有力量的 浑身都是有意无尽的 只不过是说你虽然说有这一股劲 但是你会不会用这一股劲 这个是两个概念 就是说有劲不代表是你会使劲 大家能明白吗 所以说你要通过太育拳这一种训练方式 让你学会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这股力量 而不是说让你把身体里面这股力量给去掉 你以为太育拳里面不是有句话叫做去江秋柔吗 对不对 最后才练了成钢 但是呢 现在绝大多数练太育拳的朋友们 是不是都只是知道 有去江秋柔这句话而已 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江 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身体里面那个江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练拳的时候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是在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江去掉 在求那个柔呢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就是说你知道你在练什么吗 如果说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那你在练什么 所以呢 我在这儿就来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看法 什么是江 江力着力 他就是一些不听你话的力量 他才称之为江力着力 就是说不听你控制的一些力量 称之为江力着力 一些听你话的力量 他就不能称之为是江力着力 大家能明白吗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为你所用的一股劲 那个东西才是我们胎拳里面所需要的一股劲 那么我们要做的一点就是要把这些不听你话的力量变成我们胎拳里面所需要的那股劲 也就是把它们变成听你话的那股力量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等于把江力着力给去掉了 然后达到那个去江求柔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说这些力量把他们给 怎么说呢 给驯服了 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这是去江求柔的一个阶段 但是这个阶段大家想一下 在太育拳里面我们要通过一种什么手段才能让这一批不听你话的力量 驯化成听你话的这股力量呢 以我的练习经验来说 我感觉去江求柔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让你的身体协调统一起来的一个过程 大家能明白吗 我们一开始身体僵嘛 对不对 身体僵最初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就体现在我们的外形肢体动作上面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的第一步 你就不用去考虑什么内在的能量分配 然后让他们平衡 这个东西你根本就做不到 因为你外在的肢体动作 这个时候你都达不到要求的话 那么你更别说你的内在能量了 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去让你协调好的 大家能明白吗 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去江求柔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要把你的外形肢体动作 通过盘架子一点一点缓慢的把它给驯服过来的 大家能明白吗 你先把外形的肢体动作这个东西搞明白 迅速之后让你的胳膊腿都听你的话了之后 其实也就等于是你达到了去江求柔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你把那个柔给找到了 炼柔成钢的一个状态是我们去调配我们内在能量的一个阶段 因为我们只有先有了外形的这个柔才能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把里面的那个钢给引出来 完了之后用里面的那个钢催外形的这个柔 就是说以内在催外形嘛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去钢求柔练柔成钢的一个过程 在胎拳里面属于什么 是不是属于我们在一步一步学会怎么样去使劲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学胎拳练胎拳的一个最终目的 它要的就是要让你自己学会怎么样去使劲的一个过程 就这么一个目的 你只要是学会了怎么样去使劲 然后你也就等于是懂劲了嘛对不对 然后你不管是什么 彭劲 铝劲 暗劲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只要是跟劲有关系的一些词一些东西 其实你就可以瞬间的明白 然后你学会使劲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大家会问对不对 其实你学会胎拳里面的一个用力方法之后 其实我感觉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好地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 因为跟大家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一个没有练过手牙拳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操作我们脚上的一个用力点 对不对 基本上脚上是没有吃力点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就非常容易在走那个坑坑洼洼 地势不平的那个路的时候 就容易崴脚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它脚上没有一个侧重的吃力点 这个时候它踩在什么上面 就会被那个东西所影响 比如说踩在一套石头上面 这个石头是斜的 那么它的脚也会跟着往下斜 因为它脚上没有一个准确的吃力点 如果说我们练过脚下拳的人 他知道前后掌内侧要吃力 养成那种习惯之后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脚上的吃力点 它就是在那一个点 它可以保持我们的平衡 保持我们不容易崴脚 这个时候就算是踩在一块石头上面 也不容易被那块石头所影响 那块石头是一个斜的 我们脚上吃力点在前后掌内侧 那么如果我们想斜的话 也会让我们脚上的吃力点 吃住力往外斜 那个样子就不容易受伤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很小的比方 再比如说我们在搬重物的时候 如果说一个没有亮晓牙前的人 他可能一上手去搬 就把屁股给连起来 攻着腰对不对 实力往上蹬的时候 膝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放 脚上也没有吃力点 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伤到腰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经常搬重物的时候 容易把这个腰给闪一下 然后又磨一下 对不对 就那个样子 很容易受伤 如果说练过小牙前的人 知道这一套身法之后 养成习惯 我们在搬重物的时候 前掌内侧吃力 把膝盖放松 对不对 服务锅收进去 把那个腰竖起来 就是说他腰嘛 对不对 把胸喊住 这个时候我们在维持住身法之后 实力发力 是不是就不容易受伤 因为我们把身体的框架结构调整好了 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我们身体的一个架构 这个时候我们去实力 就很不容易受伤 就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自己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 是我感觉最能体现出 会实力的一个好处的一个点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去学实力 就是我们身上原本有劲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怎么样去使劲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你身上有 但不代表你会用 大家都明白吗 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吧大家 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些东西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个认知吧 算是 如果说大家感觉我今天说的东西 有什么不对 或者说是有什么想提出来的一些建议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 好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像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大家